- 太久沒有看到安普了,然後他上次跟清風一起來看畫展,因為是私下的觀看,所以他跟我講了不少他的人生過程。 我聽了以後很感動,所以覺得一定要在葉丹葉來陪他一起度過。 S呢,就是很過分,他來看畫展就要求我要回報他一次去他的節目,所以是一個交換條件的結果。 然後我就跟他說,你真的很沒有良心,別人都乖乖來看畫展,你還要要求回報。 就是每個人都像他這樣子的話,我現在就要去種田,又要去開飛機,就是忙不過來。 還是很開心回到棚內的那種感覺。 可是合體的事情是因為各位都會一直問嘛,我也不想太掃興,我就會這樣想像一下。 可是其實我覺得什麼老年版的康熙來了,徐七弟得放下很多身段才行。 而且他真的經得起被人家稱為老太婆嗎? 所以就是要還是要多溝通看看。 那你的部分就是老太公的部分可以嗎? 我就是沒有辦法了,我現在已經就是前輩,我現在常常就被發現,就坐在最長輩的人坐的位置。 我已經沒辦法掙扎這件事了。 好,謝謝。